哈囉大家好 我是按摩職人Mr.Ten 今天這支暖男必學的腳底按摩教學影片 你們一定要會 對你們的未來一定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是男生 千萬要把握這次成為暖男的機會 如果你學會這套腳底按摩 你一定會從工具人變成情人 從情人變成愛人 從愛人變成家人 難道你甘願一輩子當工具人嗎 日子一久了 你就會變成資深工具人 講到這個我都不禁為你流下一點眼淚 如果你是女生 也不要忘記分享這支影片給你喜歡的男生 如果他願意學 不用猶豫 他就是你的真命天子 一個願意蹲下來或坐下來 幫女生好好按摩腳底以及小腿的男人 難道不值得好好把握嗎 很多女生小腿腳底 在經過一天的使用過後 或是經期期間容易腳痠水腫不舒服 因此只要掌握接下來的四招 以及十個步驟 一隻腳差不多五分鐘的時間 就能讓女生的小腿和腳底 快速的得到舒緩消水腫 以及改善皮膚暗沉的狀態 我們趕快把這套學會 過幾天發揮你暖男的實力 一邊認真按 一邊輕鬆跟他聊天 一邊貼心的詢問他力道可不可以 就能迅速擄獲對方的心哦 那我們就開始介紹這四招 以及十個步驟吧 第一招是用手掌手指滑壓 將手擺成壓嘴的形狀 會用到拇指與其他四指並用 這招用最多包含一開始整隻腳的塗油 以及整個小腿與腳掌的滑壓按摩 第二招是利用指節按摩腳底 主要會用到食指與拇指指 拇指指指會用到整個腳掌 食指指指會用到腳掌兩側 算是很經典的手法哦 第三招是虛拳垂打 主要是用在最後放鬆收尾的時候 一般人垂打通常是把拳頭握緊的十拳 而按摩師在做垂打的時候 會把手虛握 想像中間有顆雞蛋 輕輕握著的感覺 再用手腕帶動進行垂打 會比食拳舒服很多哦 第四招是手掌拍打 這也是用在最後放鬆收尾的時候 用輕快的節奏拍打 做最後的放鬆 按摩流程也只有十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 先用精油或身體乳液 將小腿腳底均勻塗抹 然後滑壓腿20下 再來換手再20下 最後腳底板滑壓20下 完成初步的放鬆 再來用拇指指指刮刮式腳底板 由上到下分三個部分 從上半部開始用拇指指指指 由下到上 由內向外往腳掌兩邊刮式20下 並且配合身體重心的前後移動 會省力很多 再來中間由上到下 由內向外刮式20下 最後腳跟刮式20下 接下来用四指对一边脚踝画圈20下 然后在游下道上用食指刮饰20下 你一边重复步骤就可以啰 第四个步骤是做一次整体脚板滑压20下 完成脚底脚掌的部分 接下来再用手从脚踝滑到膝盖附近 重复操作20下 再换手滑压20下 然后再将腿轻轻抬高 身体可以站起来操作 滑压小腿后侧20下 再换手滑压20下 然后来到第七个步骤 我们用双手交替滑压小腿度中间20下 然后再来用双手摩擦小腿正面20下 第九步骤是 虚拳捶打小腿两侧20下 再捶打颈骨前击20下 最后一个步骤是 用双手手掌轻拍小腿与脚底完成一只脚的按摩 另外一只脚重复这十个步骤后 再用毛巾或热毛巾擦掉多余的精油和乳液 就大功告成啰 有没有觉得很简单啊 女生通常按完都会觉得小腿脚底软软的超级舒服 一整个就超级放松的哦 那我们现在立刻来复习一下这四招以及十个步骤 趁告白之前我们来好好练习一下吧 提高我们告白的成功率 祝你们有情人忠诚眷属 我是按摩职人Mr.Ten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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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